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现在就劝人家不要改名 不是没有姓名学 而是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你自己 你改再多的好名字也没用 讲到底还是心性 我在想社会上 尤其在这个所谓心理学界 有一段话讲得很好 你的思想 你的观念决定你的思想 而你的思想决定你的命运 所以你一个人 我们常常讲 要有大格局才会有大成就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学习 如何做人 但我们在学习如何做人 这个就叫修行 不一定要有什么信仰 当然有信仰的修行是更好 更加加分的事情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有太多的精彩的故事 精彩的变化 负面的来讲就是很多坎坷的事情 人生是很多的挫折 跟很多的成功交错而成 所以我们在学这些东西 就是要了解到 当我们在运势在低落的时候 记得要踩踩刹车 不要让自己一步错步步错 当我们在运势高的时候 记得要把握好方向盘 因为只要一个急转弯 你没把方向盘转过来 你整个人生可能就是大变化 好 好 好